双双静止哭 歌倒是好听 只是未闻情好之意 安常在 不是在敷衍本宫吧 华妃叫安丽雯来 本也不畏听歌 百明是要找茬的 好听与否都要挑毛病 这首歌虽未止血男女相悦 可字字写着 两心相悦后 女子的欢喜神态 而且双双静止哭 也是病地成双之意 没文化了吧 既然如此 安常在 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 华妃的嘴是从来不饶人的 有没有情好之意 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否唱出花好之情 就是比较主观的了 听众不满意 唱得再好也没有用 难不成 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 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 瑜伽之醉 何谎无词呢 华妃不仅要羞辱安丽雄 还要给她扣上嫉妒的帽子 安丽雄甚少见到这样的场面 再加上委屈和吃辱的情绪 使她一时无法应对 甄嬛的反应极快 你可以说歌曲不好听 但不能平白给人扣上罪名 所以扳出了安丽雄身体不适的客观理由 怎么这么巧啊 前些日子安长在给皇上唱歌 整宿整宿的唱 那嗓子好着呢 这句话充分暴露了华妃的歌曲 这么说不就代表华妃 今日所举是嫉妒昔日 安丽雄得宠吗 你刚一心 安丽雄有嫉妒情绪 线下就暴露出自己 没有容忍之量 这么说不仅占不到便宜 反而会让皇上更加厌烦 同时也是在打自己的脸 宋芝 是 给安长再倒一杯玫瑰甜酒来 你也屈屈寒 接着再唱 华妃不是不知道唱歌的人不能喝酒 而是摆明了要作奸安丽雄 去让她丢脸 是 娘娘 嫔妾唱歌之时 不宜饮用甜逆辛辣之物 琼儿也不能唱 酒也不能喝 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 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 可是皇上 华妃不仅要拿皇上来压案令容 还试图向皇上告状 哎呀 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既然是 华妃娘娘赏赐的 就喝了吧 皇上也觉得华妃过分 但自己也无可奈何 没办法 你受着吧 安丽雄虽卑微 但骨子里 并不是可以被人随意清见的人 这件事对她的刺激非常大 想来她也因为今天的事 清楚了皇上对自己的态度 自己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工具 无奈自己人为言轻 只能极力地忍受 挑一支好听的来厂 挑一支好听的来厂 委屈 愤怒 再加上甜酒的催化 使安丽雄彻底唱不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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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